伊朗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行动分队圣城旅总司令卡西姆·苏莱玛尼26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喊话,声称 如果你挑起战争,终结战争的将是我们,苏莱玛尼是伊朗最有影响力的军方人士之一,手下兵将遍及中东地区多个国家,类似的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口水仗,我们最近看到很多,美国方面的确轻易是不会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,原因是投鼠忌器,担心伊朗破罐子破摔后的一些报复手段,比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 或者在中东其他地区发动攻击,以及用弹道导弹报复以色列、沙特等,特朗普这位爷,跟奥巴马不一样,后者可能忍一忍不跟你一般计较,但是特朗普的言行的确是没那么准普的, 据澳大利亚媒体ABC报道,美国可能最早于8月份,准备空袭清除伊朗的核设施,这事儿有没有可能真的发生,我觉得以特朗普这种性格不能排除, 一旦惹毛美国下决心实施行动后,伊朗怎么办,寄出报复行动吗?美国针对伊朗的反报复,肯定是更为疯狂的大规模军事轰炸, 届时也许伊朗的报复的确是给对手及盟友带来了严重的后果, 但是伊朗政权恐怕也将面临的是一条弯弯的不归路,这谁都说不好,这个世界发生的事,谁都不可能提前算精准的,因此苏莱曼尼最好还是省省,别去激诺这位美国总统了, 毕竟,说句实在话,伊朗相对于美国,就是属于小胳膊小腿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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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